霍夜娟 结婚一年从未见过面 没想到第一次见 竟然是以这种被迫无奈的 你救了我 我会对你负责的 你的丈夫霍夜杰今晚就要回家 去找他拿三个亿 来帮助我们唐氏集团 多何难关了 我不去 结婚的时候霍奶奶已经电楼人在 一定一个高额聘你 是啊 给你 还是必要连 当时集团你撑不下去 想想 女性的医药费 还有谁 可以给他支付 我现在这个样子 不是和谭氏 我这次回来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就是跟唐智慈离婚 我不管一年前 她是怎么骗过我奶奶成为了我的妻 像她这种满腹钻戒 败身求荣的 根本就不会成为我 一年前她出车后婚于不起 我被迫加入货家 就换了一句 卖身求荣 她既然因为我这 没有必要再多 婚于是绝 再见 等离婚后 我自然就不及了 我耳环呢 哎 自己设计的东西都没丢着 我来的 马上给我操一个人 上 看起来七色不错吗 昨晚又跟哪个野男人传 是人事口和你有关系 让我 還我 你已經用我的語音設計 當了盛庭的首席設計師了 你還想怎樣 姐姐你可千萬別忘了 你的設計圖只有給我 你能在精神病院的媽才一早 不然你說他要是一不小心 運送了什麼刺激 他做驚喜 沐啞 我媽做什麼我不會放過你的 我的好妹妹 我不過拿你幾張設計圖而已 現在是女生不只好 曾存夠治療媽媽的體 不會再忍你 可是我最後一直把我的設計圖讓你 哦 你葉爾環樣子 不過 真是沒用的東西 新任總裁馬上就要到了 都說新冠上的三八 你的藝術部可會是首席 還沒用的 什麼情況 難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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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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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设计图 你看一下 就是设计图 设计图 就来自我们公司 现在耳环还没有正式发布 拥有他的人 只有设计师本人 居然是自己 马上带他来见我 明白 好 没想到 怎么才长得这么好看 霍总 您好 我是设计师唐普雅 您找我 进来吧 这只耳环 是你的吗 这只耳环 是你的吗 雨衣耳环 雨衣耳环样品呢 还没做好 雨衣耳环 居然敢骗我 这只耳环 是你昨晚掉的吗 昨天晚上 跟唐芝芝睡的人 就是新任总裁 他现在是认错人了 霍总 耳环是我的 昨晚也是我 属于他的 我都要 昨晚我被下药 你救了我 我会对我的行为负责 没有什么要求 都可以跟我提 这张支票 你拿去 霍总 我不要请 昨晚的事情 都是我机会 霍总 您等 我也太倒霉了吧 快要离婚的我公 竟然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雪 你 霍总 您的咖啡 这个香味是 这个香味是 等等 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要是让霍总知道 昨晚救他的人 是唐芝芝 我岂不是没有办法 嫁入豪门 不行 霍总 这是我新话的事情 您要不要看 我再问你 昨晚你是不是去过万花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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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讨厌我到要离婚了 万一知道是我睡的他 万一知道是我睡的他 肯定不会放过我和唐家 霍总 我昨晚没有去过万花酒店 我和我账戏一直在见 你 结婚了 是的 那怕我站在你面前 你都不知道我是你老婆的 唐木雅才是这个耳环的主人 至于这个秘书 应该是我想做的 霍总 您刚才说的话还做数 当然 我想负责新月设计展的项目 可以交入 不行 许黎 你一个小秘书 之前一直在负责设计的 公司里 你谁不知道你为了负责权 女次学生成高怎么去 难控无言 新月项目是我靠自己的实力 一步一步 够了 新月项目以后最有点 唐木雅 什么 霍总 如果是项目出了任何问题 你撤销我的负责权我毫无怨言 但是新月项目从无到有 从成立到跟进都是我在负责 从未出过半点坯了 你一个秘书 是在教我做事 不敢 再极为谋起事 你既然是一个秘书 就只管做好秘书的文职工作 我不管你之前是通过什么手段 拿到秘书 现在圣子既然有我的借口 就绝对不一定 再有这种不良承 我以为霍总是个质 不会相信所有的谣理 没想到事情都还没调查清楚 您就下了定 还是可以评论 是 supp 중에带来 我归工 头发动 我会不会弄他 你能够去 我会不会 我跟着的 我还是很了解 你根本就是 你才能够去 你还不能够去 我才能够去 你还能够去 我才能够去 遇到一个真美好事 以后有什么事 直接联系 他竟然是唐芝芝的老公 霍叶玦 不行 那更不能让他知道 那晚的女人是唐芝芝了 叶玦 你说你会对我负责 那你会娶我吗 等我处理完一些事 会给你一个交代 好 那我等你 黄教授 通知唐芝芝 让她尽快办理离婚 霍总 我们确定要和唐芝 您确定要和唐小姐离婚吗 您好像还没见过她本人吧 如果见到她本人 我是说她长得又漂亮 性格又好 又善良 岂不是成为您一生的遗憾了 一生的遗憾 跟她离婚 是我这辈子做了最正确的事 这件事要知道了好 讲经历 扣 我马上去 让你做的事 我现在不在做了 因为跟她的估计 一定要做 跟她的手这个 ετεoon 如果我跟我说 我已经想说 我给你 你自己的脑袋 距离 你还能做 因为我 去 你要是想继续留在这里工作呢 不乖乖听我的话 明天十点前我要看到结果 我也不着急跟我离婚 原来是因为那堂子呀 有了吗 这工作还是不容易 喂 学历你马来一次一趟 现在 对 现在出发就行 好 我马上去 学历你总算是来了 我有急事要出去 一会霍总就由你负责送回家了 我 我送霍总回家 对啊 对啊 哦对了 霍总有胃病 每次喝完酒都会胃痛 等会你把他送回家后 记得给他做一份暖胃的汤 地址我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 好的知道了 我 走了 霍总 你还好吗 你怎么不会认出我了吧 那天晚上你为什么要逃 霍总 你喝多了 你看清楚我是雪梨 你怎么在这儿 还不是安特住 打电话让我来开车送你回家 走不走 走啊 走啊 霍总请 她们怎么在一起 唐芝芝这个该死的贱人 她该不会知道霍叶爵就是她老公了吧 不行 霍叶爵只能是我的 我一定要让他们离婚 我 过了 你能不能喝下 雪梨 收紧你对男人那一套 我不敢情绪 不敢情绪 不敢情绪 霍总你难道不想回家了吗 说的话好像对你感兴趣似的 没没什么霍总您坐好 我送你回家 霍总你没事吧 霍总有胃病 每次喝完酒都会胃痛 霍总你等一下我现在马上送你去医院 医生 医生 霍总你等一下我现在马上送你去医院 霍旧 霍总 我 西医生 曲 享受 中国人 军说 す Kaf 也对 许丽已经结婚了 她老公怎么可能允许她吃饭 叶绝 没有胃病 以后可不能再喝酒 以后不让你担心 扎 和我周 你弱了 你当早和唐米亚亲情 结婚必须得 唐芝芝 别以为你昨天晚上照顾了叶绝 她就会对你念念不忘 她是我的男人 你给我离她远一点 你的男人 惠绝是我丈夫 你只不过是个小三 有什么资格在这对我指手画脚的 该死 唐芝芝居然都知道了 不过看样子 唐芝芝应该没跟叶绝说那样的事 叶绝跟你结婚又如何 她根本就不爱你 不被爱的呀 才是小三 你就跟你妈当我爸的小三一样 这辈子只能当小三 被抛弃 还要进精神病院 你倒是在让我听到你说我妈一句 我撕了你的嘴 唐芝芝你敢打我 唐芝芝 我要是 就学会从那种杂棋里边 只要我过你 你就是能当我一辈子 被您指指淋导 永远守着太平 你 唐芝芝你给我等着 一直只能是我的 霍总 医生说你还需要休息两天 你这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清楚 唐芝芝练习的怎么样了 练习过了 没有人接 看来 她这是不想离婚吗 霍总 我来跟她说 这个婚 她不一夜的 你好 请问离婚协议什么时候给签 这样吧 我六点下班后就有时间 你到时候把地址发过来就好 霍总 我怎么感觉 夫人比你还着急离婚呢 你有没有觉得 她的声音有点耳熟 熟吗 没感觉 但我听到 夫人的声音还挺好听的 霍总 您确定 不见夫人 就直接和她离婚 这个月奖金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多罪了 叶决 你身体才恢复 还是让我来照顾你吧 唉 你一个人啊 我实在是不放心 我一定要好好陪你 好不好 叶决 水泡好了 你快来试试水温 幸福你了 你怎么 你怎么 叶决 要不 我帮你洗吧 反正 我们已经有过肌肤之亲了 只要怀上了霍叶决的孩子 就算唐芝芝不想离婚 也得给我离 我得叶决 我得叶决 在我去你之前 我 我喜欢你 你可以哭了 就像 一天我身边 莫总 文件我已经给你送到楼下了 晚上给我送上来 一局 明晚的新品发布会 微小宣布你也加入新任项目的 可以吗 因为设计展现在有你全然负责 你自己决定就好 一局 我就知道 你对我最好了 我还有事情要处理 一局 您要注意身体 看到叶爵有多丑我了吗 你的婚姻啊 不过早就没催促啊 何必自取其辱私手啊 好啊 那我就等着分我丈夫的遗产 你 滚 雪梨 明晚的新品发布会 我们就说好了 你也要一起来啊 我 我 就是需要紧急处理的完经 都在这里的 如果没有别的什么事情 我就先回 他还没有吃饭 工作处理完了吗 就照须会 废话 当然是急着跟你去听结婚协议啊 莫总是还有什么别的安排 给我吃碗面 我说什么 你是有什么 不是保我 给你算加班 三百多元 合吧 我再给你一杯奖金 嗯 有钱不穿 王八蛋 好的 马上给您 莫总 嗯 看起来不怎么样 没错 莫总 我对我的厨医还是有这些人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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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莉 这该不会就是 你一贯勾引男人的手段吧 只可惜我不吃这一套 霍总 我已经有老公了 我对你也 没兴趣 最好是对我没想法 毕竟这婚很快就离了 霍总 夫人没来签协议 打她电话也没人接 我这不是在为你们霍总奴役吗 我哪有空去啊 我根本不敢接啊 我就知道像她这种贪不虚荣的人 为了霍家钱财 不会想着 继续联系她 直到她亲自为止 好的霍总 唐 你一婚之事 我还先叫父亲 唐芝芝 你我 我一定会要你身败名列 雅雅 我听说 你今天会将与月尔寒的设计图公布出来 这个消息啊 已经在设计界引起了不小的喉弄 好多设计师都要牧名而来呢 嗯 我还会宣布啊 你也会加入新月设计展 就是那个全球最著名的设计展 以前我们海车 都没人有资格参加 这次我们盛庭居然是主办方 雅雅你真是太厉害了 新月的项目都能拿下 我怎么记得 新月项目支付出的雪梨完成了 雪梨 这不就是那个秘书 哎呀呗呀 那个雪梨啊 怕是连设计图都看不懂啊 哟 这不是秘书库的雪梨吗 雅雅的新品发布会 你来干什么 我帮我再来件件事 你管得懂设计 这就算不懂设计 我亲眼看一看语义设计图 我看得明白吗 我看得明白吗 雅雅的设计可不是一般凡夫苏死能看懂的 去 雨衣设计的初衷并没有过高 只是想温暖人心帮助女性找回自信 都不设计 我看得懂 这就是衣艾的 就像沈峰 是演的 rób 你怎么不设计 然后我就拿了 ifique 我设计 噢 你把你拉走 然后你拉走了 你了 你雷了 你怎么 Dir 什麼 іч 亭一定過去了 可算是讓我得動你了 哈哈哈哈 總算讓我逮上一名 哎呀讓我們快快快快呀哈哈哈哈 你放下 陳平啊 你現在找什麼情歌 炸臉上當作 在這個房間裡 放在上面給你們引擎的香薰 盛庭新品發布會正式開始 下面有請盛庭總裁 霍葉玄先生 上台至此 哈哈哈哈 你放開我 哈哈哈哈 我是霍葉玄 啊 不是霍葉玄 他知道了不會放過你的 我現在就在外面呢 你是他老婆 他會不關你 什麼嚇唬我 霍董 盛庭 今天要將 羽翼的設計圖公開 請問 這是真的嗎 這個問題 就由盛庭的首席設計師來回答 好 那下面 就有請我們期待已久的 盛庭首席設計師 唐穆雅 小姐 您現在將 盛庭最看重的 羽翼設計圖公開 這是會 我想通過羽翼的初衷 讓大家更好地理解 羽翼的設計理念 幫助更多女性 找回自信 尋回自信 請問 請問 我们盛庭也决定让羽翼加入新月设计展 唐小姐真是一位非常有情怀有灵气的设计师 那请问唐小姐 这个羽翼什么时候可以上市啊 我们羽翼样品将会在一周以后抢出出来 成品将在一个月之后限量发售 快看 向前面对我操条 天呐那不是密集图的写明吗 他怎么参成这样 对呀这也太丢人了吧 你看那耳环都不跟你比设计图影那样 你 你为什么会有这块耳环 你为什么会有这块耳环 耳环是我的 雪莉 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当然知道 不仅耳环是我 羽翼的设计也是我的 天啊 这是谁啊 谁不知道羽翼是唐小姐设计的 他不会以为有人羽翼的样品 他就是设计师了吧 不过 羽翼的样品 唐小姐说 不是还没出来吗 为什么他会有 绝不能让人知道羽翼是唐之之的 不然 叶绝就会知道 那晚救他的人是唐之之了 雪莉 你偷了我的耳环 还敢冒充成羽翼的设计诚 你真是太过分了 你想套 太是恶心的小偷了 偷了唐小姐的耳环 现在又来偷唐小姐的设计 我该备的 你应该报警 你依法处置 对 报警 把他抓起来 报警 不想把他抓起来 确定不要我把真相说出来 真相 你别打我了 谁不知道 我才是有一个设计人 就算你说了 有什么信息 你只要知道 我没有办法 这雷雨 叶绝是我的设计 你确定不会你妈妈这么想 只要我一个电话的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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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你这个平衡无事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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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各位 耳環是雪莉今天剪的 刚才是我误会她了 雪莉 给你道歉 谢谢 雪莉 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环恩什么简单 看来是我想多了 雪莉怎么可能是 其实雨衣的样品早就出来了 是我不太满意 就用拿去修改了 原来是个小插曲啊 那我们的发布会就继续进行 接下来再次有请 我们的唐女士 闪亮登场 我被吓药了 我被带我去医院 我被吓药了 可不可以带我去医院 你也不想 我被申请丢人了 好了各位 发布会继续 盛庭集团 只想看到关于产品的报道 其他不该写的 麻烦做就不要愿意 谢谢 你继续 唐芝芝 你敢让我不说吗 就让你痛 你叫我什么 老公 你是我的老公 啊好睡呀 在哪啊怎么这么睡呀 嗯 嗯 杰丽 你给我老实一点嗯 哇 嗯 等一下 你妈 喝了 上海前没先洗澡 啊 喝 这呢 嘉庭医生请了吗 现在 是 很有 我 我 我去这一下 医生可言醒到了 医生 你在吧 你在哪啊 嗯 嗯 老公 别瞎娇 把你手机给我 我现在给你老公带电话 嗯 也不知道 雪梨的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走啊 麻煩您下来开小门呗 一声我接到了 但你能不小心让我关上了声音 别了 年轻人喜欢玩点刺激啊 那也别拿生命开玩笑啊 不是你想那样的 他是好了你别解释了 我都懂 毕竟已经我已经住了 他不是 好了好了 毕竟需要多多休息 好照顾 要多喝点热水 这个月想金扣一半 霍总 我可一句话没说啊 扣 樊芝芝那边联系的怎么样了 也可以说啊 电话打过了 但是一直联系不上 他真是烂着不想离婚了 明天你去联系一下唐家 是 行了 咱俩回去休息吧 要不薛丽我送回家 不用了 我照顾他就行 让他好好睡一觉 没想到 上来高冷的霍总也有今天 好的霍总 你也拿到这些 你晚上太尴尬了 他在这看老公是狗 醒了 老公 老公 昨天的药还有点喝一阵啊 最漂亮 已经不烫了 还有什么不舒服 没有 你昨天不会一个晚上没睡 一直在这陪着我 这不叫陪 叫看守 万一你再发病 那受罪的不还是我 可不敢睡 总之 谢谢你啊 你那个老公怎么回事 你一晚上没回去 他也不知道打个电话问一下 嗯 他工作比较忙 可能昨天晚上加班 没回家吧 那你现在不打个电话 暴露平安 手机 我除了你也没有其他老公啊 嗯 夫妻嘛 新认识基础 我现在回家就好了 嗯 嗯 喂 康舟姐不好了 你母亲被人办理了强行队员 你赶紧过来看看吧 什么 你帮我照看一下我母亲我马上就到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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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抱抱你收松了 还是这么好了 说出去 哈哈 小姐小姐 女人受到了自己 现在情绪很不变 不能把她带走 你算什么东西 本小姐做事你敢来 滚 滚 什么 我猜不是你女儿 你还不知道吧 自从你疯了以后啊 我妈就替代你 而你就成了人人口中的小三 也成了小三 你妈不是小三 你女儿呢 她为了不让我到处宣扬你是小三的事情 她的设计评论用于我 还让我成了圣评总机 你这个混音员 我要掐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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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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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情你冲我来 我警告过你 你过夜觉有力 老手 那你就等着 你妈死在外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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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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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妈妈现在很清醒 这后你离不得 千万不了不妈妈的后尘 好几个 女儿啊 你从前喜欢射击 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不要因为妈妈牺牲自己 原来是许多最优秀的设计师 你现在变成这样 一定是桑家人害的 不会放在 桑家人 妈妈关击我 你再给他冲上 我要杀了一个 给我的后运就会死 桑牧雅 桑牧雅 敲走了一切把我麻害的这么 去造为人不出代价 得起 就让你当个狗 之后 婚 我不能理 想揭发桑牧雅的真实面目 就不能再让她拿我妈威胁我 得赶紧给我妈办理转院啊 霍奶奶 我想拜托你一件事情 芝芝啊 跟奶奶不用这么客气 说吧 有什么事 我想给我妈办理转院 我想把它转到你们霍氏集团下的医院 可以吗 当然可以 对了 叶绝 那臭小子 回国 找你来没有啊 你们现在 关系怎么样啊 我们挺好的 那就好 我就知道 她喜欢我们芝芝的 过段时间呢 奶奶就回去了 你呀 就抓紧时间和叶绝 你奶奶生个大胖曾孙 奶奶 也不知道那个唐芝芝给奶奶下了什么迷魂堂 马上都要离婚了 还非要我给她生孩子 真是疯了 霍总 老夫人 抱孙心切 你还年轻 肯定不理解老夫人的心境了 这天下那么多女人 我跟谁不能生 非要跟那个贪慕虚荣的唐芝芝生 要不是为了气唐芝芝我早离了 唐芝芝 千万别跟着互联好姐姐 霍总 您找我 你收拾一下 一会儿陪我去海城出差 什么 是关于新月的项目 那边点名让你过去 三天之后就是新月设计展了 这后来会害臣拿点东西 好的 一个小时只有数吧 好 雪莉啊 雪莉啊 我还有其他项目需要学生姐 这次出差 霍总 拜托你动我 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他死的 你吃枪肉了吧你 哦 来 你怎么在这 这由我陪叶决说差就够了 让来了 一阶 秘属的工作我有什么事 是星月项目那边点灸一级 嗯 记性有 court 现在不是由我再负责 为什么点他的名啊 这对狗男女 你 啊點不見了 我可以上來了 我坐前面吧 一覺我上次交給你的設計稿 你覺得怎麼樣 一覺要不我們一起聽歌吧 不用了我喜歡安靜 哦好 這個雪梨 今天看起來怎麼有點怪怪的 總覺得對我鼻翼很大 一個小時以後召開新月項目恰彈會 又有什麼事啊 我臨運壞了 想見你一試運一下 進來吧 謝謝啊 有什麼夢想 嗎 學生 怎麼還要 我臨運 還沒 在飛機上 又有什麼 這 還沒有 小名 我 又說 我 叫的可真亲呢 好的 等一下 或者还有什么别的吩咐呢 其实这些东西 你只给唐总监准备做 菜单会是很重要 可除了外表以外 更看重的 应该是专业能力和实力 你的意思是 盛亭的首席设计师 还不如你一个小小的秘书有实力了 我可没跟你说 我只是不怎么看重这些外表而已 哦 是吗 可盛亭的脸面也很重 现在就画了 霍总 我换衣服 你在这儿不合适吧 我又不看你画 我只是不想 某些人阳奉阴违地丢了我的脸而已 雪梨 离下谈会只有十分钟了 你还没放好 我也是并不看你吗 我 霍總能幫我記一下 半死 慢慢去 好吧 哦 為什麼 人家身上的相遇還沒玩意 沒有信息 啊 霍總 好了嗎 好了 放好了就趕緊過去 啊 好像沒吃什麼呀 李老師 我想到霍氏其他總裁這麼年輕 還長得一表人才 霍總 你們身邊這位好像是你們盛亭集團的 首席設計師唐小姐吧 唐小姐 您這人比電視還好看 真是幸虧 我可聽說我們海城之所以能跟海外跨國開設計展 那可是全是唐小姐的功勞啊 唐小姐不只是盛亭首席設計師 也給我們海城爭光 是海城大功臣 真是了不起啊 哪裡哪裡 各位news up 你怎麼還沒過來 遠離 怎麼還沒過來 可能是有什麼事情耽擱了 快看 是總理師皮特先生 皮特先生 他不僅是設計的理事啊 自己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設計師 但是他設計的作品啊 已經被英國博物館收藏了 這次開新院設計會 要是能邀請到皮特先生 那真的是太牛了 足以載入史冊啊 那就看盛亭在這次洽丹會中 有沒有人能夠劝動皮特先生 只要我說動皮特加入新院 我唐木雅 將會響徹整個設計界 唐芝芝 這一輩子 都被我踩在腳下 我懂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皮特先生 我是盛亭的首席設計師唐木雅 新院設計展呢 現在由我去負責 請問您願不願意 不好意思我沒感興趣 皮特先生 您都還沒聽完我們公司的策劃 我記得新院是由Shirley在負責 哦 他專業能力不太好 所以換成了 想我想講新院 那就讓Shirley來跟我參 其他人我不認 也不知道這個雪梨是用什麼方式勾引了皮特 讓皮特只跟他這個秘書談合作 霍總 雪梨明知道菜堂會重要卻遲遲對 這是讓我們盛亭被其他人持相嗎 當我合作 回憶就讓我們辭職吧 賤人 這下你被趕出了盛亭 我看你還怎麼接近夜絕勾引他 夜絕 要不我去看看他 不用了 你誰呀長得可太漂亮了 對啊身材也好好啊 唐木雅 看到我很吃天 夜絕 你怎麼到現在的 這就要問唐總監了 他可能覺得我睡得不好 在水裡加一些安眠藥 等你去 霍總 不是我 我根本都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雪梨 你自己不守食物了恰談會 憑什麼把髒水潑到我頭上 喝髒水 看到你 這才是 我髒水 謝啊 我要殺了你 夠了 彭總監 我先去換一身衣服 我 他 你 公開場合 溝通事情 趕出去 讓別人怎麼看我什麼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我 我忍他很簡 沒有 就算你扣我獎金 我也要 查人 我看你是心疼疼無癢的吧 把皮特说到我参加新月 我就不扣你讲解 今天的事也不跟你计较 好 没问题 皮特拿新月去 那三个月之后的新月设计 我们就等你大驾公里 没问题 这个雪梨到底是用什么手段 让皮特这么喜欢她 叶雪 你别奇怪啊 雪梨总是这样 她谈合作都是靠出卖身体的 估计晚上就和皮特谈到床上去 正平的员工还不需要靠出卖身体的呢 给打灯 霍总 我和皮特谈好了 三个月之后的新月设计展 她无关会珠奇 回走你的特约评委 霍总 耳朵一怪 霍总 F 霍总 耳朵一各 你又学了这样的员工 真是好迷啊 彻底的好运 谁 nutrient 对对对对是好云 货总 你弄疼我了 货总你弄疼我了 你知道我出来干什么 这样很容易让大家误会的 怕皮特误会 跟皮特有什么关系 对了 我已经和皮特谈好合作 他可是大名顶礼的设计师 他能来新闻为我们做事 那可是所有设计人 史无前列 你不要脸那座位 我盛庭还是要脸 以后他们都做 不准再用这种卑劣的手段 你这么说我就不能脸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我会说气 你去哪啊 谁不要脸 你才不要脸呢 啊 是 我睡在你的租车房租的身 已经在租车上了 谢谢 可真是一个好的车 帮我把一辆车的刹车换一下 渗成之后 越生 雪梨 霍总 你怎么在这儿 你这是要去哪儿 鬼鬼祟祟的 该不会是想去和皮特开房吧 不去哪儿 就周围多个风 正好我也要去一个地方 你送我 还愣着干嘛 上车 霍总 你要去哪儿 我先送你 不确定 你不是说有地方要去吗 你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算了 不能再耽搁 先回去拿到东西再说 终于快到了 霍总 霍总快醒醒 怎么了 车车失灵了 稳住 找机会跳车 不想死就听我指令 解开安全带 开车门 三 二 一 小小小小 雪莲雪莲你没事吧 雪莲 你是在关心我们 你说我的下属 要是死了 身为老板我会是要赔偿的 而且 我也不想欠你一条命 可我还以为你是在体恤下属 原来只是怕吃官司 霍总 这里离我要去的地方不远 你跟我来 好好地吹我 为什么会刹车是人 唐沐雅 难道他听见我 可真够狠 心愿设计着 我绝不会对你受散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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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你怎么知道这里有个屋子 你是怎么知道这里有个屋子 而且还有钥匙 我跟我妈在这住过好几年 我今天就要回来拿点东西 可能今晚就要 去尊与贵我们尊敬的霍总盘 在人间这里 厕所在那个你先去洗个脑吧 我看一包 我帮你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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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确实不容易 万一今晚的话 应该也不会唱 你在想什么 你你让我帮你 我是要你帮我脱衣服 我身上有伤 放心吧 你一个已婚女人 我不会跟你说什么 我 你洗澡的时候 小心伤口 我先出去了 我也觉得身材真是绝 静小姐了 姐姐 有穿的衣服吗 我去找找 你等一下应该有 你家 你没有男人能穿的衣服吗 啊 我说 你家就没有男人能穿的衣服吗 嗯 不好意思啊 没有 逗死我了 嗯 嗯 这小太阳有 嗯 嗯 方总我帮你处理做生活吧 你会吗 当然 不知道雪梨的老公是谁 国际不错 毕竟雪梨挺可爱的 怎么只听你说过你妈妈 你爸妈呢 你让我们一起 要不是一名前唐教会 让我嫁进货家了 根本就不会把我认了回去 你欠 没事 霍总 你先休息吧 我还要去收拾点东西 嗯 什么 对 没行 这边你没事吧 没事谢谢 这些设计图的风格 怎么跟唐门雅的机会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雪梨 你一个小小的秘书 有什么资格对设计展的事平头论足啊 就是 心愿因为雅雅设计才能举办的 一个什么都不弄秘书 还不赶紧滚出去 丢我们盛婷的脸 我看到雪梨不是什么也不会 她不是最会利用自己的身体 比我们那些老男人开心的 哈哈哈哈 唐芝芝 你来了 你找人给我的刹车去搜索我都能拨 我当你 你都知道了 好可惜 你没死成 还害得夜绝跟你一起去 真是 爱比你一个选 但是挺风筝 唐芝芝 今天我就让你亲眼看着 我不仅要抢走你所有的脸 还要抢成脸 设计展过后 你将 幽默行 那我们就去里面吧 你将 幽默行 快看 皮特先生 还有霍总 你干嘛 你太帅了吧 我们赶紧 你给我给你去 看见了吗 那就叫光黄 是你这种土包子 一辈子都不可能 今天 我唐芝芝的名字 将会响彻整个设计界 成为设计界 最闪耀的 我是很期待 是我们期待已久的 新叶设计展 今天结果 正式往后 肯定是我们圣庭的首席设计师 唐木雅 对呀 第一名还是我们雅雅的 第一名的获想者是 决定 决定 等会儿 你是不是搞错了 怎么可能是水 这不可能 确实不会不是水 这不可能 一定是你搞错的 光学姐 你现在是你这边 愿意是他 大家请看大屏幕 决定的获胜作品是 作物钱 天呐 这个雪梨不是个秘书吗 难道他会设计 光学姐 他的作品 怎么跟唐木雅 分分一样了 你看 还以为是 从预设你创作 各位 雪梨抄袭了我的作品 却获得了第一 设计展 有黑幕 我要举报 雪梨抄袭 这些设计图的风格 怎么和唐木雅的一模一样 这个雪梨到底在搞什么 雪梨抄袭 雪梨抄袭 现在可是全海城直播 居然抄袭我的作品过去 是可忍 有数不可忍 今天 我一定要讨一个风道 这个雪梨也太无耻了吧 自己没本事就算了 竟然还抄袭 真是恶心 你抄袭抄袭 你抄袭抄袭抄袭底下来了 这个人就冤枉疯杀 我没有抄袭 还有 唐木雅的所有设计 都是出自我设计 你疯了吗 你竟然说 盛庭首席设计师的作品 是你的小秘书设计 抄袭不承认就算了 还得屈蔽雅雅 你屈蔽雅雅 你屈蔽雅雅在搞什么啊 唐芝芝在发什么疯 唐芝在发什么疯 我没有抄袭 这事都敢爆出来 他该不是想让叶绝知道 那样的真相吗 唐木雅 你从我这里拿走 事事后干还给我 好呀唐芝芝 今天是你自找的 我要让你身败灵力 被万人唾弃 大家都知道 设计师的中稿前 还有淘宝的中稿 你既然说我的作品 都是你设计的 那你倒是拿出来 给我们大家看看呀 拿出来好喝了呀 诸宝 我是没有 旋梨 你拿不出来 而我就 旋梨 也正无伤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 我是没有旋梨 但是我一样不认 人先是我的罪 那你倒是证明给我们大家看看呀 你要是证明不了 我不仅要你对走 我还要让你永远滚出海车 滚出海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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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张圆导 每一张圆导上都有我的情 王妮 你怎么得点事 你这样 你这样 算计 你给我的事情赴上 每一张都算你 就是在你这 我要杀了你 唐木亚 所以你之前的设计 都是浅得选迪的 不是的叶军 这些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一定是他 趁我不注意的时候 故意把名字写在上面的 那其他设计图你怎么解释 每一张上面都有我的理 那些可是八年前的作品 那个是唐木亚 你还没接触设计呢 我们俩靠谱 是不会成就 还有 云衣耳环的样子也早就做好了 上次你用我妈威胁 我才说这是我姐 其实这耳环也是我的 只是我不小心弄丢了一只 我才说你能不能 雪莉 这款真的是你的 是 样品是我亲自 所以 那晚的事 就算了 那晚就能不能 竟然真是谁 完了 一切都完了 我还怎么嫁进货家 唐木亚小姐 我是盛庭集团法务 现有人举报您 违反公司合约 对公司造成巨大损失 所以麻烦您跟我走一趟 配合调查 你敢举报我 叶绝 你要相信我 这些设计真的是我的 是他 是他故意算计我 他 带走 把他播出去 雪莉小姐 那您为什么会 彭力藏木亚冒用您的设计呢 这究竟有什么样的疫情 雪莉小姐 既然您这么有设计才华 为什么只带盛庭当秘书呢 从现在开始 雪莉将成为我们盛庭的特聘设计师总监 霍总 你要让我当设计总监 以你的能力 完全不一定 还是说 你只会想帮你 谢谢霍总的信任和支持 我一定会好好工作 雪莉 要不要考虑跟我去国外发展 我保障 我保障 给你答应 令你申请红红 雪莉 有别打雪莉的一个决定 她是我公司的人 她就是你的员工 又不是你的人 只要我给你条件足够好 雪莉 能答应呢 雪莉 而且雪莉已经结婚了 她不会去国 天哪 雪莉 你居然结婚了 到底 那个男人 你怀疑那么好 全然娶了你 我好激怒 还能是谁 就在你怨前 我太难受了 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 这么早就结婚了 你的老公有我甩 对你好吗 挺帅的 对我也很感受 我们感情很好 哎 教授是别外洋的吗 明明知道雪莉有老公 为什么现在听到她说这些 我心里会很不爽 难道 我喜欢这个雪莉 喂 陆元 你来找人 啊 那晚上 女人 他是 华昌首付 你家的那位 你也认识他 之前见过一次 来 我老公 准备我 假的 来 你 有 有 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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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现在是设计总监了 工资呢 也比一切高了很多很多 我们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你聊费的事情 我们陆家所有财产 必须由他来计算 这次我来海诚 一定会找 还没找到妹妹 还先进医院 没事吧 需要帮你吗 他看起来 怎么有点眼熟 你好 你没事吧 刚才谢谢你 请问怎么称呼 回头家 不好意思啊 现在有点急事需要处理 不能帮你 你一个人没问题 谢谢你 我自己可以的 你是不是 我让我给你 我告诉我 你 你 我说 是感情话 你们今天叫我过来 有什么事吗 你就是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 长辈 一个小三也可以当我的长辈 你别刻意我 你说什么 妈 她已经知道真相了 知道又怎么样 你爸现在娶的是我 杨婉那个贱人 就是个不要脸的小三 你 找她的胆子呀 竟然还压一压 她们还成了面 就有工作 想毁了我们堂家是吗 给我跪下 你只是说出了真相 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我有错吗 我真是后悔当初心了 恰死你这个贼心 你不是 就会画几个个钟 你说你这个扫子心 倒是不如 把现在的一切 都让了我们的福星 雅雅 这样我们堂家 还能好过一些 没有没有没有 只有我好了 堂家才能在海城立足 你跟你妈 也才能去生死下去 是啊 你可别忘了 当初要不是我们把你接回来 还给你妈付医疗费 你妈早就病死了呀 这么说我要谢谢你 明天我会替你招开机 等到最后 这是精神病证明 你看看吧 到时候我会告诉所有人 你所有的一切 都是印象出来的 雅雅才是真正的设计师 你都不会玩我 唐世伟 你还算是个父亲 你居然为了洗白自己的大女儿 伪造自己的二女儿 是精神病吗 我妈当年就是被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 逼成精神病的 唐家玩玩 那是你们自作自受 那是你们自己的因果 唐家的狗 是爱 唐芝芝 你别不识好歹 药吗 你跟所有人成亲 药吗 这药 你下个黑 让我给霍业绝下药 对 这是最烈情的事 我答应你 等我怀上了霍业绝的孩子 并且你跟霍业绝离婚 唐家永远有你跟你妈的一席之类 这让我觉得恶心 霍业我是不会离的 我也不会把我的照片让给你 你以为没有我 霍业绝不会跟你离婚吗 你仔细想一想 他爱你 他关心你 你们的恨音不过是一场交易 没有任何感情 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霍业绝有一个青梅竹 据我所知啊 她的白月光叫火 只要她的白月光一出现 将 到时候 你这段婚姻 还能维持几天 你还不如帮我 我还能给你一点保障 唐侍侍 我建议你好好考虑 不用了 就算要离婚 那也是我和霍业绝之间的事 还轮不到你一个小三在这里 对我的婚姻评头论组 你怎么回事 一晚上都在喝美酒 没事 再怎么喝下去 不醉 见到你 很高兴 他见到我很高兴 你没跟我说几句话 看你这样子 为什么走困 兄弟 你说 你要是喜欢上 我不能了 嗯 你 喜欢上你 不是 说一个朋友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那位朋友 应该也是你 行了 别闯了 也知道就是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 我的脑袋里脱了 不是我想到他 但是 他有个恐怖 你女孩对你态度怎么样 他跟你老公 关心吗 他挺帅的 对我也把一百张张强 别哄 别哄 你笑了 正在开始打声音响 哎 是吧 我不觉得你 实际的也还行 我要经过学校 你这人后面呢 你也去吧 别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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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走啊 一次就把镜啊 霍总 霍总你没事吧 我为什么 总是我想到你 总是我想到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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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动脚 我现在动脚 你 总有人能收拾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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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谁要他的白人光 你出现 走 你还就是他的白人光吗 啊 又一些刚才门门 是喝多了把我一层女士们帮我 你这哥哥总现在连我电话都不接了 大小姐我一会直接回江县吧 你就是江小姐吧 你认出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 我是来好心提醒江小姐的 你之前在国外可能不知道 顾叶爵跟他一个秘书正打了火 我还亲自提拔他成了设计师 这个贱人 居然来供应我的叶爵爵 江小姐 我男朋友就是被学的 你我同病相拟 所以我好心提醒 自己的东西 肩膜又堪积 杨小姐 我听说霍总最近结婚了 叶爵哥哥已经跟他迷上了和离婚了 那女皇脸婆不作委屈 倒是那个叫雪妮的这个狐狸姐 我要小心点 反正谁敢给我抢叶爵哥哥 我就出现了谁 昨晚 昨晚我被对雪梨做什么了 没想到一来就遇到这个狐狸精 霍元觉得白月光 竟然回 grad 這里 等會把最新的設計放下去了 好的獲總 建議 這晚就故意吸引走葉爵的世界 我要給你好看 葉爵哥哥 他是誰啊 雪林是我們公司的設計總監 他的設計風格非常 Antwort 那太好了 葉爵哥哥 我正好需要一套珠寶送人 請一請監 你好啊 一会我能跟你聊聊设计的事情 当然没问题 谢谢了 我来跟你谈合作 你回来给我大杯水 稍等 你之前就是带秘书的 倒手这种事情 会跟对你来说得心用事 这水呢 我要越烫越好 总觉得这个将军 有点多事 生了 张小姐 你个水 给我当这么烫的水 想烫死我 你不是爱跟我烫 你是小乘 合作 跟我 你配吗 你一个用下着手段勾的男人贱户 张小姐 我好像没有得罪你 你为什么针对我呢 怪作怪在你半戒 敢跟我抢男人 你给我听好了 燕姐哥哥只能是我的 你以后离他远远的 这次我泡的是水 下次我要的是你的贱命 郭总已经结婚了 即使你们之前在下来 那也只是过去呢 只要他跟你一回 你就永远只能去 结婚 我跟燕姐哥哥深爱不疑 要不是出点意外 他怎么可能会起这个话 看来 他并不知道我是霍燕姐的亲 既然你这么相爱 为什么没有结婚 你 原来是不够爱 我最看不惯小三小姐 我今天听过也觉得老婆叫去 你你就好好笑着 你又不是叶绝老婆 你凭什么打我 我就是过叶绝的 有 雪莉 你在干什么 啊 孔孔 叶绝哥哥 我只是跟雪莉的设计里面不太合 没想到他就跟发疯一样 先是自残 然后对我又打又骂 叶绝哥哥 你看到了 他也把我对到这地 雪莉 你怎么回事 给彤彤道歉 我 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样 是他一来就针对我 雪莉 我跟你又不认识 我干嘛要针对你啊 叶绝哥哥 他是不是因为你当上设计师的事 所以 他就敢互加互卫 不意杀人啊 我根本就没有推他 我只是我心眼看见你 雪莉 你不能因为你有设计天赋 被我提点为设计总监 就这样是 你这样对待童童 你三个月的奖金 叶绝哥哥 我的嘴甩的好疼啊 叶绝 看到了吧 叶绝哥哥在的人是你 叶绝哥哥你好真傻 我们走啊 你们下你的 可是你看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说什么东西 安德主你送彤彤去渔宴 车已经备好 叶菊哥哥你不陪我了吗 公司还有一些事要 那好吧 叶菊哥哥 那你晚上来陪我好不好 伯母 伯母他肯定想我了 到时候我就住在你家 陪你和伯母好不好吗 彤彤 你救过我妈妈 我只是把你当成我的妹妹 而且我已经结婚了 你住在我家不合适 你不是已经要离婚了吗 而且伯母一直都希望你娶的人是我 就算我要离婚了 我跟你也没有可能 安德主 开车注意安全 好 你放心 我 你学哥哥为什么不娶我 难道是因为雪梨那个狐狸精 请 离婚卑视机我可以进 那我 就可以追选了 离婚协议 他支持签了吗 霍总 唐小姐还没有签 最近也联系不上他 他可能 不太喜欢你 过两天 就是奶奶的寿宴 唐芝芝肯定会出现 寿宴那天 我一定要让他把离婚协议签了 你这伤怎么回事 过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去医院了吗 你受伤了 我帮你擦药吧 不用误会 我自己可以 免得人误会 误会 什么误会 打一巴掌给个甜枣 真有意思 难道雪梨是觉得自己还没离婚 怕自己老公误会吗 雪梨 我听说 你要跟你老公离婚啊 雪梨 你老公好像从来都不关心你 他根本也不在乎 他其实就是一个杂德 一直以来都是你在帮他手 要是有一天你知道自己说自己是个渣男 表情应该很精彩吧 雪梨 他若不是你的良人 你离婚只会是正确的选择 那 我 我根本不会喜欢一个满腹算计 只贪图我祸家钱财的女人 我跟他也没什么感情 况且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难怪刚才律师打电话来催离婚 果然他爱的白月光一回来 他就迫不及待离婚 霍总 你的妻子真像你说的吗 如果不是奶奶 他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跟我在一起 我和他夫妻的身份 在没离婚之前还是别让他知道的好 免得惹他厌务 霍总 您先出去吧 我还有工作用 雪梨 我还有话要对你说 可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请你出去 爸爸乖乖 妈妈就嚼嚼吃啊 我吃一个 妈 你什么时候才会好起来 乖 我真的想你了 好了 霍奶奶 我一定去 明天奶奶的书宴 也不知道会不会遇到霍业卷 妈 我一定要去参加霍奶奶的书宴 我现在得去给她美食 你在这乖乖的 我老爸 我只会遇到霍业卷 我 我 他 就是 严格 加派人手掌 我看到他快 哥你是不是眼花了 确定我看到他了 这里是岳父亲 会被人插监院 雪梨 他怎么来了 不是 菠律经谁是你来这儿的 既然是奶奶受电 你就好不滚出去 江桑姐 这里不适合你刷瘾 别以为我不当打什么警 你不是想借此机会 你今天听破家人调好吗 可我告诉你 我再是他们唯一阵队的儿戏 你先好几个小姐滚出去吧 走在一步的 我是奶奶姐 你別什麼 奶奶奶奶他認識你嗎 十相點 這真是個好東西 這是我盡心給奶奶挑選的獸禮 你就這麼給我摔了 我就是一個泡磁瓶子嘛 摔了就摔了 這鞋子 給你買十個了嗎 奶奶是不是要你送一個這麼好賞的禮物 你更要是誰 你這是誰啊 貨家海城首富 要有什麼沒有 他這次來就帶了破瓶子 真是有夠丟人現眼的 江大小姐可是貨家親近的二媳婚 這江小姐 有的好說 貨家大少爺 他不是年前就結婚了嗎 那是江小姐是 這你都不知道 江小姐跟貨家大少爺輕微竹馬 要不是當年貨少出車禍 江小姐呀 現在說不定就是貨少的夫人了 聽見了嗎 你確定還不走是嗎 是我找人把你撵出去 你知道我是貨家的事嗎 我知道你不過就是一個靠師 燒了個賤 還不走是嗎 就站在這裡不用問是 你問問貨家的人 我看他們有誰敢趕我走 但是你沒有 Say 你問貨家才沒有 人家在吵 Victoria 硬要中的 兒子 這不 legislation 天胞 我就是霍玉爵的老婆 他不 nur 他不过就是个臭老板 好了 雨桐 周圆马上要开始了 刚才的事 我是看在我妈寿宴的份上 可以记起 别再做有爱过家颜面的事 不然 这雨是客气 那边有给老太太起的国相 你过去看着点 别出什么问题 好的 妈 怎么样 好看呢 你想对我吗 天啊 你怎么能把佛像给摔碎 那可是伯母特意为奶奶请的 不只千心难求 更是为了保持奶奶健康啊 混账 咱把给奶奶请的佛像弄碎 你给我跪下 我没有 你还敢狡辩 这么多人都看到了 只有你一个人动了佛像 伯母 我听说弄碎佛像会不吉利的 那时候冲通而奶奶健康 这可怎么了 快过来 你给我跪下 给佛像可以摆在响头去求原谅 我没坐所 我不跪 赶紧跪下 别连累我们货家 我跪下 我们来做错 你给我看 别连累我们货家 住手 赶紧跪下 你为一群人欺负我随时 是当我这个老太婆死了不成 妈 这个不懂规矩的贱人 把我们给你准备了佛像弄碎 会连累我们货家的 你才是贱东西 这只是我们家的恩怨 谁敢欺负他 就是与我作对 你没有碰佛像 好孩子 别怕 奶奶相信你 我奶奶 你得被他给蒙蔽了 在场所有人都看着他是故意摔佛像的 妈 你不能偏心这个一直想坏我们货家的贱人 你们 一定是神明教他的惩罚 他奶奶病痛 老母 这个被我放手 要是不咳嗽道歉的话 到时候不咳嗽 妈 你不舒服就去休息 今天啊 我必须严惩这个贱人 祈求原谅 来人 把老太太带下去休息 你敢 我现在就给叶哲打电话 喂 奶奶 臭小子 你死哪去了 怎么还没有过来 奶奶 你为您到门口了 成了吗 你再不来 我和你老婆就快被这群人欺负死了 老婆 你等着我 马上就到 唐芝芝果然来了 今天必须让她签下离婚协议 芝芝 你觉得你来给我的车猫吗 我和婚姻爵 需要以夫妻双双见她 她要是知道我是她老婆 又有什么反应 这只您老公买了 待会让她给我的粗气 要是让叶哲知道雪丽就是她老婆唐芝芝 她肯定会包着她的 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伯母 这下唐芝芝闯下了滔天大火 若奶奶在 肯定会给叶爵哥哥施压 就怕这事不了了之 是啊 不知怎么了 妈一直拼探这个贱人 伯母 要不你先带霍奶奶先去休息一下 放心 有我在 我肯定会让她付出代价 好 那这一会就交给你了 彤彤 你是要嫁进我们霍家 是时候拿出点当家主母的风范来 雪临 你怎么在这 我 雪临 你自己的 妈 你刚才不是说你心脏不舒服吗 家庭医生到了 我带你去看看 这臭小子 这一群人欺负我认定的孙媳妇 你可一定要给他出气啊 妈 走 咱们走 这还一生呢 我 会觉得这下 不会是知道你了 你 认识我奶奶 你 我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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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你可一定要给他出气啊 既然奶奶喜欢雪梨 那我跟腾芝芝离婚的事情 就好办了 雪梨 这佛像是什么 怎么倒在地上 雪梨 你刚刚也太不小心了 叶绝哥哥 这佛像 是佛虎特意为哪个起的 今天本来就是大喜的日子 现在被他找到一船一舟 这事 雪梨 你是不是在跟奶奶一个交代呀 后悦觉肯定会听他白月光的话 找我麻烦吧 雪梨 你来说 到底 是他推我 他装了佛像 雪梨姐姐 你不要胡说八道 大家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都是你干的 没有监控 不如我们去掉监控 让大家都能知道 谁在哪里 掉监控就不用了吧 毕竟今天你是奶奶的寿宴 也不想让她难看 雪梨 要当这样 你好好道个歉 奶奶后期就不掉了 没有没有这些事 为什么 掉监控能还我亲感 我相信奶奶也会同意 可是 来人 你掉监控 怎么办 万一监控都拍下来了 岂不是都知道是我做的了 少爷 监控坏掉了 身外没有拍到 这么快 监控就坏了 雪梨 难怪你敢看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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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你敢不知道监控怪了 然后在这鲜花智人 洗清自己的罪恶 叶菊哥哥 他这种行为吧 行了 这事既然奶奶没有追究 那就到此 好的 我马上过 奶奶 芝芝 叶菊那臭小子 给么给你成药 他要是敢欺负你 你就跟奶奶说 奶奶 他没有欺负我 芝芝 你去别替他说话了 他一回来 就说要跟你离婚 是不是 对吗 我和货子 小人有没有 一百钱的接触 我让十家新货家 你只是 你是什么样的女孩 奶奶最清楚 你不要听外边那些李嫣菲 奶奶是活一天 少一天 奶奶只想看到你和叶菊 携手共进 快乐幸福 奶奶 可是感情这个事情 本来就不能强强 那芝芝喜不喜欢的臭小子 怎么回事 怎么老想了这些 难道 我喜欢上霍玉爵了 芝芝啊 那臭小子他是不知道你的好 你们两个多多相处 他会爱上你的 你就答应奶奶 先别离婚 你们两个试试个相处看看 只要芝芝不离婚 我曾孙子就肯定有希望 奶奶 奶奶你别着急 我答应你 我先不如公主离婚 真的 好好好 臭小子 奶奶可是给你创造了机会 你可别不争气哦 一天我都在宴会大闹一场 还是没赶走唐芝芝那个剑 今天我找你来 是因为你说有办法 我这里啊 有一种迷洁心 闻了就能让人丧失礼 等会把唐芝芝带到旁边那个空壳 那怎么长得也 到时候让霍家把它遮住 生命 他要是被别的男人玷污了 叶芝芝肯肯定会跟他离婚的 到时候那霍家老太婆也把你住 知道了 唐芝芝就在最边上的夜客房对吧 是啊 你就和芝芝好好聊聊吧 多培养培养感情 是要好好跟唐芝芝聊一下离婚的事情了 你 叶芝哥哥 你这是要去哪啊 处理点事 叶芝哥哥 你有听见有什么奇怪的声音啊 难道 是唐芝芝 好有唐芝芝 居然敢给我戴绿帽子 这婚非得不可 是 这些都被叶芝哥哥捉嘴干床 看 还怎么在户子呆下去 叶芝哥哥 我想跟你说个秘密 其实雪莉就是 你不是在这里 怎么在 我怎么不能在这 还是说你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就被兴趣了 等会把唐芝芝带到旁边那个空客房去 再给他找个野蛮人 让他生在你 好萌芽 是自受你自作自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江小姐 既然你有话想跟我聊 不如我们进去聊 你这是个贱人 这才让你躲过了一几 吓死 我谁都不会放过你的 霍总 霍总 发生什么事情了 她出轨了 看来她对唐木雅这个前女友 还有感情呢 雪莉 你先自己逛一下 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好的 奶奶 叶绝 跟芝芝聊的怎么样啊 芝芝是不是很漂亮 奶奶 她出轨了 我必须跟她领后 什么 不可能 芝芝不是那种人 是不是你弄错了 奶奶 我亲眼看到的 我说你就是被她骗了 她当初嫁进货家 就是为了钱 不过才一年 她就耐不住寂寞 找别的男人 这种女人 不配成为我霍业决的妻子 叶绝 你在调查调查 芝芝她 谁 唐芝芝她究竟给你 下了什么名为啊 难道连我的话 你也不相信 这关我不仅要离 我还要让她不好过 赶绿我破业决 就得付出代价 你怎么老不合目去 经历了吗 换你被你老婆绿了 心就会好 什么 你老婆超贵的 你这是神奇爱之像吗 你老爸都看什么这样 我跟他就没见过面 本来也是要离不明 只是 我验不下被绿的这口气 我验不下被绿的这种女人 这种女人 不算女人 这种女人 不算女人 这种女人 不算女人 厂长 霍总 没有人来霍总 晓晓 晓晓 霍总 霍总 晓晓 但是给我喝你 是你 是你 您好 我叫陆元 上次你走的太匆忙 还没来得及问你名字 那我写例就好 你们 认识 兄弟 上次有查救了我了 想真的太想了 他会不会就是我要找的人 哥妹妹找到了 什么 好 我马上过来 随便小姐 上次很感谢你救了我 不过 这次我也很急事 呃 能不能 有你一个联系方式 下次我一定好好感谢你 过来 如果 如果你跟你老公离婚了 可以考虑我吗 他難道 不可能 他最厭惡我了 怎麼會喜歡我 他只是 我要跟你對話 連喝出來的都不要 你受多膨脹 喂唐豬豬 立馬給我給你回堂著 今天叫我来又有什么事情 你这个贱人 你竟然敢害我 这都是你为什么 和我有什么关系 唐继织 你这个毒妇 你不止害你姐姐 你还害得我们唐家被霍家打压 你真是个丧门星啊 你现在赶紧去修业去 他赶紧挺身 我不管 你想 你什么事 你让他原谅你 你根本就不是个生意的 公司破产对你好 对大家都好 好你这个女女 要是看不去 你和你妈 休想入他们家的门 进唐家的宗谱 你少拿这些来威脅 我早就受够 你站住 你 你 你今天 敢踏入这个大门一步 我就和你感觉没关系 和我们唐家 和我们唐家 来 挂口 唐诗维 为什么从小到大你就直宠了唐木雅 对我不信他就是骂 无论我做的再好你都不会多看我一眼 我的学习成绩 我的设计图 我都必须给他木雅 可我妈根本就不是小子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还有想问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实为的新生女儿 老公 既然都要断绝关系了 那索性说清楚 唐芝芝 你就是你妈跟一个乞丐在外面乱搞生的野种 你为什么跟你说 说你是一个没爹的野种 你有爹 你爹是个乞丐 唐芝芝 你就是爸一生的赤书 你这种人 怎么被成为叶绝的妻子 就是 你还想跟我们唐家断绝关系 离开了我们唐家 你这个剑种更是一无所有 你看霍业绝还要不要 唐芝芝 如果你还想顶着唐家小姐的名号 你就带你想办法 让霍业绝听手 并且跟她多有一些资金回来 既然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那么之后我们也没有必要再来 你把我卖点货下 那些彩礼 就当时我帮你的眼眉水 你 你给我回来 不站住 站住把我卖 老公你看他 他跟唐芝一样 该死 黄小姐 我是霍先生的律师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七天之内 必须到民政局配合离婚 不然 霍先生会直接请问你 如果你还是不离婚 穿过全体前又不断 你别后悔 唐小姐不好了 你母亲被一群人带走啊 他还有一点 这就是荃子之后的第一次见面吗 没想到 竟然在获胜其在意 女兒 別碰我 要不是拿你一堂這次離婚 我才不會來中國 全是滔天陸家 他們怎麼會來這 我來嗎 賭貴我 幫你 以為你去世了 我來 所以 我一直沒熏通你的想 女兒 完了 這是我們的女兒嗎 哥你看到了嗎 我們終於找到蔣阿姨了 以後我們也有妹妹了 她為什麼跟蔣姨長得不太像 雪莉到時候和蔣姨更像一點 我們 都是把我的錯 到現在才找到 讓你們受苦了 以後 陸家 全都由你 你願意原諒吧 什麼 唐芝芝竟然是陸林心的女兒 她一被認回去 還要繼承整個陸家 幹信 唐芝芝 今天你這瘋子媽和你的水子爹把我竄然成女 那陸家的破天富貴就由我來幫你享受 真的是我爸爸嗎 真的是我爸爸嗎 忙點了 媽 快看 我們終於找到爸爸了 爸爸 你不知道 這次媽媽分了以後 連我自己都會認識 總是爸爸對不起你和媽媽 以後 有我入臨身在 你 再敢欺負你和媽媽 不能繼續讓這個瘋婆子住在這裡 萬一亞糖真是碰上了可就穿幫了 爸爸 媽媽在這裡的病情 並沒有環節 我平時又比較忙 那 就把瓦羅從醫院接出來 住在陸家 我也會請全球最頂端的醫生 給她看病 瓦羅 一定會好起來的 陸眼 去把海城最貴的別墅給我買下來 我要把他當成我第一份禮物送給我女兒 好了吧我這就去辦 妹歡迎回家 二哥以後一定會找你 謝謝二哥 謝謝二哥 女兒 女兒 你現在就和媽媽 一起和爸爸回家吧 好 爸 我上次見到一個女孩跟蔣儀特別像 這個女孩跟蔣儀沒有半點相似的 要不還是做個親子鑑定吧 哥 這世界上長得相似的人本來就很多 總不能因為像你就覺得她是蔣儀的女兒吧 為了預防起見 親子鑑定這事兒 陸遠 你去辦 好的吧 誰也被一次親子鑑定這位被騙 這陸家大小姐 爸 我們走吧 小小姐 你怎麼下來了 護士 你知不知道我媽是被誰帶走的 不認識 他們還帶了保鏢 反正來頭不小 所以我就趕緊讓金醫生給你打電話 謝謝你啊 這裏是護士旗下醫院 他們能這麼輕鬆帶走我媽一定是護士 霍玉 絕之姿你真的太過分了 您好 您撥叫的用戶暫時無法接 果然是護士爌是為了逼我離婚帶走了嗎 我們 海 我是该叫你雪梨呢 还是该叫我 她知不知道 江雨桐 对是我 你要是还想见你妈的话 上了小时内来我给你翻位置 否则够 你什么意思 不是说人已经到了吗 人呢 霍总 唐小姐刚才提醒说她已经到门口了 我马上确认一下 喂唐小姐 你干什么问题 霍总 唐小姐说她临续有事 让我通知你 你的婚 想说在哪 唐芝芝 这个爽 我妈呢 看来我不拿你妈当借口 你是不会上当的 你把我骗到这里原来 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月杰哥哥让我来给你个教训 毕竟 你可是骗他这么久 怎么可能 你看人 他不会来了 不然也不会让我亲自动手来解决你 先弄掉你 再收拾你的疯婆子妈 到时候让你们两个在地下去母女园吧 你敢动我妈 妹妹 二哥 你终于来了 雪莉她要把我骗到这里 想要害死我 我没有 是她 二哥 你看我这 雪莉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欺负我妹妹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放我出去 你好好在里边待着吧 等什么时候吃够了苦头 我再找人把你放出来 我眼觉 你真的就这么恨我 雪莉 雪莉 怎么了 木页 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雪莉 在哪 发生什么事了 雪莉小弟 雪莉 雪莉 黑小脚 你是什么人 雪莉怎么了 野雪 雪莉小姐 她轮不动过了 她就中途扯过来 我马上来 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雪莉隅子回温 你也不能让她退下去 雪莉 雪莉小姐 雪莉的雪莉 真的吗 她长得 晨晨和姜姨好像 她要是我妹妹 该多好 你醒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 她不是知道我的身份要报复我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你是天安被恢复吗 不是 是你 其实 是路远 对了 你为什么会被关在冷库里 姜雨彤 不是说她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吗 难道姜雨彤在骗我 怎么了 嗯 医生说 还好这次送来的及时 对身体伤害不大 但还是要好好养着 避免留下病 这是我给你买的粥 你喝了 暖暖身子 我 怎么了 我感觉都得有远 你先好好休息 我去给你找医生做个全人检查 小妹 你今天都受伤了 你心中必须得吃得好的伏伏 我立马就让五星级的大叔 回来跟你做好事了 彤彤 你哪里受伤了 快让爸爸看看 爸 我受了一点小伤 我也受了 哥 你终于回来了 亲子经营的结果出来了 你同就是我的亲妹 你终于回来了 亲子经营的结果出来了 你从这么些年来 在外面吃了不少的苦啊 我要举办一场宴会 向所有的人宣布 我红 就是我的陆家的孩子 谢谢爸爸 觉得这个焦里头 不太对劲 你们两个 昨晚吃呢 坐不坐 昨晚 啊 什么事 昨晚 我一直都跟小哥在一起 没做什么呢 昨晚我雪梨哥这个 要出发现 就闹出了人命 你知道吗 哥 你去哪里 对啊 闹出人命了 是怎么回事 对 你头 自己把书请 我一个人坐着 跟那点没有关系 还不认为那个叫雪莉的 经常亲爱的在那里 而我现在甚至想谋财 害你平日的教育动作 我不过是想教育 你没教育 冬死在里面是吗 行我知道错了 还有多少钱 陪他就是了 雪莉 雪莉 雪莉道歉 却那一次竟然就怀孕了 我又觉得为了将你同打压 他们家带走的母亲 如果知道我是她一直想离婚的妻子 她一定不会要这个孩子 雪莉小姐 你们来干什么 雪莉小姐放心 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 今天过来就是向你道歉的 快道歉 对不起 恕我直言 我看不出她没有任何人错的态度 你以为我想来跟你道歉 要不是我 既然不是真的想认错 陆先生还是带他们回去吧 抱歉 是我唐突了 既然他们做错了事 回去之后 我一定会好好教训的 大哥 雪莉小姐这次受伤 是因为我没管教好弟弟妹妹 正好过两天 和陆家就举办一场宴会 还希望雪莉小姐能够 少年起来 要是唐突突秀了陆家 接到这个疯子女 这可怎么办 大哥 我们陆家的宴会 他一个月外人来做干什么 江里头这么紧张 难道我妈被她藏在陆家了 好 我跪一距 唐突突 是的 既然你亲自送上部 要出掉了 你也不陪你接帶門走的客人 這個女孩怎麼和婉婉長得很像 學莉小姐到的夠早了 沒見過這麼盛大的宴會吧 沒見過這麼盛大的宴會吧 學莉小姐到的夠早了 學莉小姐到的夠早了 這是我父親為了公開我身份 自給我舉辦 這跟有什麼關係 當然是讓你認清楚自己的身份 學莉小姐實相點就趕緊去 像你這種女人根本配不上我兒子 被迫離婚還是過錯過 進身出份 這字 我是不會簽 我告訴你 我早就認定宇童是我的兒媳婦 這個字 簽也得簽 夏蘭 你咋讓我孫媳婦離婚 就是與我作對 媽 你怎麼來了 媽 讓你清楚 倒是你 為了一個外人 來逼自己的兒媳婦離婚 你 有沒有做婆婆的樣子 霍奶奶 老母也是為了霍家好呀 再說我是陸家千金 跟葉姐哥哥結婚之後 也能給霍家帶來更多利益 什麼利益 我不在乎 我們霍家 也不需要一個什麼外人來幫忙 今天的事我必須解決 我們霍家 絕對不允許這樣的女人站著位置 夏蘭 你敢動手試試 奶奶 奶奶 我什麼都沒做 我什麼都沒做 媽媽 媽 都是因為你不親自導致的 趕緊滾滾滾滾 奶奶 好 謝謝 你這道理師 你說 但我們這道理師 我們這道理師 有心嗎 你這道理師 我這道理師 就是這道理師 有心嗎 你這道理師 我這道理師 你那道理師 你這道理師 你居然用這種被比的方式換 也是 你要跟他離婚很簡單的 你只要拿著媽咪給你 或許 喂 你要知道你媽究竟在哪里嗎 只要你從你簽子離婚 有些地方把你發送 原來是你 霍葉君 為了姜雨桐用我媽威脅我離婚 你和我 終究是沒辦法再走下去了 好 我會見 唐芝芝既然已經簽字了 安特朱 你去把姜雨桐送來的那個女人 送去唐芝芝家中安置好 是 雪莉公園 雪莉 什麼事 霍總 我是來辭職的 辭職 霍葉君 從今天起 我們不只沒有夫妻關係 也不會再有一個很交結了吧 感謝這些天來 霍祖對我的照顧 是公司的福利待遇不好嗎 為什麼要你這兒 我媽病了 我想 帶她去個安靜的地方有 你可以 我 我 我 妳 沒有 我 沒有 我 我 慧覺其實我就是 慧覺其實我就是 我不會允許你離開海上的 確定確定 醫生 他為什麼可以突然暈倒 是不是上次凍傷的後遺症 上次的檢查報告你們看過嗎 病人懷孕 這次婚名也是受到了教導的刺激 懷孕啊 你這個做丈夫的也真是 孕婦現在情緒不太穩定 要好好養胎 後就不要孕婦 知道了 雪莉現在懷孕了 應該不會和老公離婚了吧 謝謝你送我來醫院 此時報告我會重新寫的 離職的事我不同意 你還要養孩子 我快跟你講 讓你在家辦公 我們需要這些 我只想離職離開 你去哪兒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你現在需要好好休息 我的身體我自己心裡有數 我現在還有更志望的事情 我要歡迎 請你出去 媽你沒事吧 媽 認識你嗎 媽 等過了今晚 我們就離開海城 去一個沒有人認識我們的地方 好嗎 我 你覺得哥哥 你覺得哥哥 這麼好的機會 我一定不能放過 只要今晚過了 夜覺哥哥就是我的了 夜覺哥哥 是你 夜覺哥哥 從小我們一起長大 我就知道 你喜歡的人是我 你喜歡我 你喜歡我 我都不給你 我有喜歡的人 夜覺哥哥 我才是你餘生陪伴的妻子 你喜歡你怎麼喜歡我 我只是把你當妹妹 今次 是因為那個選民是嗎 他有什麼好的 就是你這樣的他年輕不忘 夜覺哥哥 好 你給唐芝芝 只要是你活著 就會怪我的好事 竟然如此 天我綁一個人 雪莉 難道以後真的再也見不到她了嗎 安得住 馬上把雪莉的住址發到我手機上 好 您好 您播降的用戶暫時無 雪莉 你到底在哪啊 好 寶寶 就算沒有爸爸 媽媽一定會把最好的愛給你 給你一個幸福的家庭 寶寶不要離開媽媽媽 媽 我們馬上就要離開這 以後 我們會一直一起 好 教練 渴的話後座有水可以渴 謝謝 你不渴 我不渴 不好意思 我不渴 你不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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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你這 H 還不是灼到我手裡 你 Immerson 你腿地想幹什麼 你記得 docs homie 人是犯法的 還不是你惹到我 這就是你wort 這就是你假的 對 你還年輕 你沒有必要把自己的未來都當送進去 不是路加千金 殺了你 竟然有人幫我處理 你該想想自己的安慰吧 你該想想自己的安慰吧 因為你死 你死 如果仁仁哥哥替我回信一頭 我要說話 啊 啊哈哈哈 該不會是怕了 啊 江亦桶 你別以為你把我把廢棄樓裏也就沒事 周圍是有辦公樓 到時候保不齊會有人露 你啊 還是擔心擔心自己的安慰吧 唐芝芝 你說 血離的身份 竟然是唐芝芝 好的 根據我們查到的消息 千真萬句 我不能讓這件事 將真相打敗 不能將他拱手送給霍野君 你別以為你把我把他推去樓裡 都為是有半工忙的 馬上派人去賀東路 血離有危險是 很快 我們就要永別了 嘿嘿嘿嘿嘿嘿嘿 吵死了 吵我瘋狗子馬一切去死吧 啊 這是我的女兒 救我 雪梨你醒了 我媽呢他有沒有事啊 雷思董 阿姨沒生大愛的 他在哪他在哪 芝芝 芝芝 我的好女兒 你好啊 這青年 可苦了你了 媽以後再也不會成為你的累贅了 你在說什麼 你從來就不是我的累贅 謝謝這位先生 救了我和我家女兒 是我應該做的 而且 芝芝還是我的妹妹 你妹妹不是姜雨桐嗎 我已經找到了姜雨桐 電影造假的證據 叫上她今天殺人放火 芝芝 我一定會還你一個功能 目前海城的大大出口都已經徹查了一遍 都沒有雪梨消遣 副總 你說 芝芝 這不是真的沒有 避開的 那就繼續找 把整個海城搬過來也要找到雪梨的去 是 雪梨 到底在哪兒啊 看來解決掉 唐芝芝和蔣碗 令姜小姐很開心 曹木雅 姜小姐 好久不見 姜小姐 上次的事只有我自己承擔了後果 你現在倒是風生水起了 我如今的身份你既然知道 還是不應該進來招惹我 你就不怕被我們陸家報復 怎麼報復 被你用火燒死嗎 你知道什麼 那就要看看姜小姐想要演 說吧 你想要多少錢 我不要 我不要錢 難道是要名還是要立 我只要霍夜捷 所以只能委屈姜小姐自己出國不要再回來 畢竟你也不希望自己冒充陸家千金 殺害真正的千金和千金媽媽的事情被發現了 這不是威脅 是交易 我嫁給霍夜捷 你繼續做你的陸家千金 如果你要好巧 我也不介意讓你們陸家知道所有的真心 你避霍我 你避霍我 我曉得就沒有人敢避霍我 你放開 我告訴你 你和你那個球隊一樣都去死吧 哈哈哈 為什麼所有人都要跟我笑的 眼淨哥哥 為什麼 眼淨哥哥 你指的是我的 誰也都叫不走 我現在真的沒有心思參加宴會 天天的宴會對貨家來說十分重要 三大家族都參加 你怎麼可能不參加 學李 你到底躲哪去了 這陸家和貨家聯繫是怎麼回事 貨家那不是早就結婚了嗎 你的消息也太慢了 貨家那個早就離婚了 聽說是因為 陸家薪金才 哇這像貨家和母家聯姻 這豈不是強強聯手了 別說了 請他馬上回來了 女兒真漂亮 你真的要用這種方式結婚嗎 要是貨家那小子不答應怎麼辦 爸 必須哥哥臉皮薄 所以我必須得主動 到時候你和夏阿姨在旁邊勸說著 藥學哥哥肯定會答應的 哦可是 爸 我太喜歡藥學哥哥了 所以你就幫幫我吧 我就一個這麼小小的願望 好好好 爸爸呀 幫你搞定活家那個小子 嗯 還愣著幹什麼 快跟我過去 歡迎我們的新王登場 媽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夜絕哥哥 江雨桐 你算計我 我那麼喜歡你 怎麼會算計你呢 知道你臉皮膀 所以我主動提出這場婚宴 夜絕哥哥 我們結婚吧 江雨桐 我已經跟你說過了 我有喜歡的人 請我死定 你要想清楚 這可是陸家為你我父母的婚宴 確定讓陸家能看 你喜歡的雪瑞已經死了 你喜歡我不行嗎 雪梨 我死了 沒錯 他不會回來 很抱歉 要讓你失望 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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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雨桐完成婚禮 哦 又是你這 讓你不歡迎 你趕緊給我滾出去 那位小姐 今天是我女兒大死的日 你要是趕毀了我女兒的婚禮 我要你知道 我弄掉的手段 爸 你眼前這個女孩 還是你親生女兒 那個叫女兒 就是個槍 大哥 你在說什麼呀 我怎麼會不是爸的親生女兒呢 再說了 因為不是做過了嗎 你不相信我 你該相信這親姐姐給你吧 我這裡有 我 江一從心到大了 江一現在恢復意識 誰是她的女兒 她還能不知道 為了能夠徹底坐視這個身份 江五蟲綁架了江一和雪梨 放火箱 要徹底殺死她 綁架犯的口供都在裡 我還有江五蟲打電話綁架的錄音 我也已經交給警察了 原來這麼多天 你們都在被什麼假貨騙 人家 你把你打的戲 放棄我 馬上 你打我 你打我 誰是你 敢殺我女兒 把她送去警局 我要让他知道 今天我们陆家在下场 放开我 我错了 这些日子 都是我识人不清 对不起 你能原谅我吗 之前是我做的不好 我跟你道歉 要打要骂 随便 我只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知道 你都是受奖务 爸 二哥 雪莉 我找了你好久 雪莉 我找了你好久 有些话 我还是想对你说 雪莉 如果你跟你老公离婚 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我拒绝 为什么 是因为你那个老公吗 他根本就不爱你 你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的 其实我和他反正已经离婚了 莫叶玖 或许你应该知道我另外一个 唐芝芝 你说什么 我就是唐芝芝 那个你一直厌恶想要反处的情急 莫叶玖 既然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希望你不要再接触 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你的真实 如果我知道 博叶玖 唐芝芝的身色很紧 你但凡有心去查一下就会明白 雪莉就是芝芝 只不过 你太不自私 不愿意看了所谓的真相 芝芝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第一次帮你救我开始 我心里就会去你 你愿意 陆亚 你知不知道她是我老婆 谁是你 我现在是自由生 不行 我不同意 博叶玖 我哥之前为了救你 打这双头残疾 现在让你把芝芝让给她 这不过分 陆亚 芝芝想跟神在一起 是她的情 不过 我并不见于更功 我觉得你成功的几率还学 疼了 我累了 芝芝 我是绝对不放弃的 芝芝 我错了 是我的错 都是 不是周园那个贱女的 她困惑了我 要原谅我啊 啊 你有什么眼球的我妈那种的 你给我滚 我错了这是我什么错了 可以打我 可以骂我 但是 一定要原谅我原谅我呀 我 唐世伯 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变 你还是没有变 我爸 我们一日夫妻白人 你要放过我呀 夫妻 你的妻子是周勇 当年你为了公司资源 把我送到别的男人床上 你又为了周元上位 你们连手害死了我的孩子 唐世伯 不仅不会原谅你 我还要让你在监狱里 痛苦地过完这一生 小婉 你这样对我 你不能这样对我 小婉 把他 那个周园 全部抓起来送去警局 将他那三乡的罪行 一一交给你 我又让唐家 你们坑坑下来 是 不 不 小婉 这是你不能这样对我 你不能这样对我 小婉 小婉 这是 我 这么多年 让你受苦了 陆总 我刚去到唐家 并没让我这晚 我想他收到风筝里面逃走了 直接下达通缉令 我倒想看看 他能躲到哪里去 是 宝贝有四个月了吧 四个月小肚子就吐出来了 肯定是双胞胎 你今天去医院 一定好好检查一下 知道了 还是不打算搭理货架那小子 你呀 好好的一个帅小伙 也被你折磨得不成人样了 他那是自作自受 哎 之前那些事情不都查清楚了 是江与童在城中作梗 你们俩 都是太倔了 一个不想问 一个又不想查 好好的一对情人 反倒变成了怨吕 你也别太过了啊 别到最后让自己 得不偿失 好了吗 我心里有数 不是 wer 有数 去死吗 先 在这中间里面 呜 啊 霍英俊霍英俊 你瘋了你跑出來幹什麼 芝芝啊 我只是想保護你 和我們的孩子 別說話了 你快點救護車我們去 芝芝 這次我救了你 那你是不是應該一身相絮 給我個面飯了 這都什麼時候了 你怎麼還開玩笑啊 我沒有開玩笑 芝芝 之前都是我不好 你可以原諒我嗎 慧玉俊 慧玉俊 芝芝 我 你跟露娜在一起吧 我小 我 不該什麼是什麼 太勇敢心 我 你沒事 你沒事 我沒有動物 我要在你 我小的你沒事 我已經有機會了 我們難過 我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 交入从来过 胡野军 你快醒过来 我答应 跟你复婚 你快醒来 这是 吃点东西吧 我不饿 就算你不想吃 也要为肚子里的孩子想象 大哥 对不起 其实 我很早之前就喜欢胡野军了 是他当时太令我失望 所以我才 嗯 我倒知道的 芝芝 大哥 这是希望你幸福 原来早已有人为你定做了嫁衣 感谢你特别傲情 来见证你的爱情 我时刻提醒自己 别逃避 芝芝 我都听到了 你喜欢我 芝芝 我都听到了 你喜欢我 芝芝 她还是没有原谅我 她还是没有原谅我 用几分舍的来交换另一半值得 以为放手是回忆最好的选择 芝芝 我不是说话 我就不能主动了 我一缕风去追逐 且不开的梦 却飘散 在雪落时刻 芝芝 我都听到了 芝芝